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七喜 因大家的要求呢 我这边做一期 如何在3000分以下反打SP荒川体系 那我今天这边的视频呢 主要是准备了两套阵容 一套是用到的是鹿丸 一套用到的是山峰 我们先看一下没有山峰的玩家该如何去反打这一套体系 那我们这边用到的阵容呢 就跟我之前做的一套攻略的是一样的 用到的是鬼吞千鸡加云外径再加鹿丸的一个阵容 其实我们在打荒川体系之前呢 一定要了解清楚 现在荒川体系的阵容大概有哪些 其实现在很多荒川都是会绑定一条一速的大蛇来使用 那我们这边的阵容呢 最后手一般来说会补一个研磨 这边的研磨的速度要求基本上 只要你的速度加149以上基本上都可以 如果能带命中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这边之所以用到鹿丸这套阵容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鹿丸它本身它的爆发非常高 再加上对方是没有像鬼吞之类的一个减伤势神在的 所以呢 其实推起还是非常的快以及非常的方便 就算对面荒川进入了屹立不倒的状态 我们这边只要依赖着录完后续的龟骸形态的话 还是能轻松秒掉对面的肉不如火的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针对这边的蛇川体系的 像是这里的话 你看我这边已经把对面的小白已经把对面的千鸡锤子都拔掉了 我们这边先把对面的千鸡杀掉 它这边的大蛇已经被我控了两个回合是非常伤的 我们这边的话只要保住我们的鹿丸就可以了 其次的话 像它这边的荒川即使进入了屹立不倒的状态 它也需要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一个出手次数才能把伤害打出来 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鹿丸肯定爆发力会比对面的荒川高非常多呀 所以呢 像打这种局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优先把对方击杀三个单位以上 我们先集火对面的大蛇 让大鱼丸能成功进入龟海形态 这里的话看你可以续变身也可以不续 不续的话就直接把对面大蛇和荒川带走 如果续的话就要靠后续的像千鸡啊之类的稍微补下刀就可以成功带走对面 那我这边的想法是因为对面的荒川第一次冲浪也不疼 所以我干脆就把对面的荒川和大蛇一起带走就好了 然后再等下一个回合进入变身状态 其实现在整个局面我们这边已经是掌握了优势的 它这边的不知火肯定是没法耗得过我们这边的鹿丸的 因为鹿丸变身之后大家都懂得那个伤害恐怖如斯 我们这边优先把对面不知火点进第二形态啊 这样子的话方便我们的鹿丸直接杀人 你看这个时候对面不知火被我们打进第二形态 你看这个时候对面不知火被我们打进第二形态 还是在的我们这边神了的话再次击封给到少主这边 就可以直接带走对面的肉地藏不知火了对吧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轻松获得胜利 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路 让我们再看一下如何去打一下蛇菇的阵容 其实蛇菇也非常好针对啊 因为蛇菇它就是靠咕咕的一套爆发 只要我们这边在没有搬选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研磨直接去摁它的一个大蛇 不让它咕咕打第一套爆发就可以了 其实像这种它带了驴妈的蛇菇体系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肉 因为它的月影戒是给它全对加了防御的 没关系我们这边慢慢跟它耗下去 我们这边静肉给到我们的少主 防止给它上了debuff 我们这边无火的狂鼓收益 你看拍下去可能会 效果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这边的驴妈好像是带着 尾速的棒金的驴妈 我们再击封一下少主这边扒火的狂鼓 看一下如何 非常好直接带走了对面的荒川 但是咕咕没有带走没关系啊 它这边荒川死了时候只有一层穿怒 所以整体冲起来的伤害并不会特别高 我们这边西梦给到一下那个驴妈 看一下能不能压制一下它的鬼火 我们这边静肉可以给到鬼吞 因为鬼吞下个行动可能会受到驴妈的影响 我们这边集火一下咕咕就可以了 你看冲起来其实还好 它这边可能会想集火我的少主 我们这边千鸡直接一刀带走这边咕咕了 那现在其实就很简单 局面我们只要先把大蛇或者是驴妈杀了就可以了 让少主成功进入变身状态 其实这个思路跟刚刚的那个打法是完全一样的 主要是还是用眼膜去牵制住对面的一速蛇 然后再通过鹿丸的整套爆发输出 快速带走对面的单位 这样子的话让鹿丸能进入变身状态 然后通过变身后的少主快速击杀掉对面的肉地藏不止火 这是一套用鹿丸的打法思路 对因为它其实用这套阵容的话 机动性会比较差呀 我们这边机动性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所以它这边就比较难受了 只要一开始控住对面的一速蛇的话 它这边可能会选择把蛇给到驴妈 这样子开个日药界 没关系我们这边要么先点走不住火 要么先点走大蛇都是OK的 我们这边录完也快行动了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对面带不走的问题 我们稍微留点火给我们的少主 因为我们刚刚留了一个疾风 我们这边变身可以成功进入那个归海形态 好的一套带走对面 现在对面只剩下一个神乐和不止火 那就局面就跟刚刚完全是一样的 这边后续就靠我们的少主 一套爆发带走对面的肉不止火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让少主伤害更高一些的话 就是可以时刻注意一下鬼火 因为我们这边的少主大概是狂鼓嘛 肯定是根据鬼火的数量来决定录完的输出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如何用小山峰 去反打SP荒川的套路 这边也是截了两段具体的斗技实况 供大家参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把对局 第一把对局的话 像如果我们用小山峰的话 我们这边前三手基本上就是吞牵连开局 然后第四手看到对面第三手翻了 荒川的话就可以考虑翻小山峰了 然后第四手它上的是蛇 那很有可能就是走的蛇孤体系 那我们这边最后手还是掏个研磨为主 在3000分以下呢 研磨老师还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散见疑速之类 而感到苦恼啊 或者是感到恐惧啊 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研磨只要加149以上的速度 基本上都是够用的 如果能带命中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 像这一把的话其实有点蠢 因为我这边的欲魂忘记换了 没有换成火灵 所以开局可能火会不太够 但是好在这边的脸佑 它招财非常给力啊 打了两下招财 所以我们这边的鬼火又回来了 像这把对局的话 我们这边是优先击杀掉对面的荒川啊 一定要记得小山峰一定要优先击杀荒川 然后再选择击杀咕咕之类的士神 为什么要先击杀荒川呢 是因为荒川死后会冲浪 冲浪的话会拉我们这边小山峰的行动条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这边小山峰后续的一个输出节奏 你看我这边的小山峰的话 可以选择把对面的咕咕带走 轻易带走 然后现在我们的话就一个破合 我们可以选择先杀鬼吞啊 然后再带走大蛇 这样子的话对面就没有任何的反击的机会了 我们这边打中对局的话 一定要记得时刻给自己掏个盾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是给对面给冲走了 像是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给脸幼掏个盾 因为脸幼可能下一把会被冲走 我们这边先赶紧把布置火点进第二形态 否则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难受 好的成功点掉 其实当我们把那个布置火点进第二形态之后呢 小山峰就可以选择用第三个技能去把对面的布置火吹飞起来 吹飞起来的话就可以暂时的封印住对面的被动还有预魂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受到地藏的干扰 你看像我这里比的操作就直接选择三技能然后带走对面 好啦就是这么轻松的去打蛇穿或者是蛇谷体系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把怎么去打那些坐地的蛇穿体系啊 因为坐地蛇穿的话可能会打的比较慢 我们还是根据我们刚刚的翻牌思路来翻 前三手翻的是吞仙莲 对面二手翻的是SP荒川 他三手上的是千姬 四手上的是蛇 那他很有可能转蛇菇或者是说转蛇白体系都有可能 那我们这边最后手还是忙翻一个眼眸会比较合适一点 好的他这边是小白提高自身的一个弹度 那如果向他翻了小白的话 那我们应该如何用山峰去针对对面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我们就先把小白带走 那我们如何去做到先把小白带走呢 那我们这边山峰有个小技巧 就是小白守护谁 我们就盯着谁咬 像他这里的对决的话 他可能先守护的是对面的大蛇 但没关系啊 反正他这个守护对象会随时根据他的血量来变化的 我们这边要及时给自己套一个盾会比较合适 因为防止对面待会荒川一上来就给你一巴掌直接带走你就很尴尬了 反正打荒川一定要记得山峰给自己逃盾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我们这边通过连游不断的拉条跑上来 我们此时看到他守护的是不知火 你看我们这边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如果点他的一个守护的对象的话 再加上我们这边有给他降了面板 所以打人会非常非常疼 对我们这边优先把小白带走 这样子的话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破合 好的这边小白成功被我们带走 我们这边山峰的话可以选择杀蛇或者杀千鸡都可以 其实也可以杀荒川了 现在杀谁都行 我这边当时选择的是杀的千鸡 因为千鸡怕给我造成鬼祸的干扰 他这边选择直接开大 但是好在我们这边的盾是一个暴击抵抗的盾 所以他这边并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呀 他这边选择疾风给了大蛇 然后大蛇给荒川套了不竭之力 他这边还是很执着的用大招去打我的小山峰 但是好在还能抗得住 他只是把我的盾给磨掉 同时也打出了一点小伤害 我们这边通过拉条距离把山峰拉起来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杀蛇了 给自己套上一个盾 好的把大蛇带走 他这边还是选择 很执着呀 其实他可以好几次找机会秒掉我的千击 或者是说秒掉我的连诱啊 鬼吞都是OK的 但是他好像挺执着去秒我的小山峰的 好的 这把成功拿下胜利 好了 以上就是两种我认为是目前反打 SP荒川套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 肯定还会存在非常多的反打套路 比如说像永动机之类的呀 都是可以反打SP荒川的 但是我今天这期视频之所以 没有把永动机体系放在里面 是因为我之前用永动机反打SP荒川的时候 感觉稳定性还是不如 我今天做的这两套阵容高 所以我就没有放在里面 因为永动机体系怎么说呢 一是它的整体的一个破合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是一个残局的情况 就是说对面只剩下一个SP荒川和一个地藏肉不知火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这边即使有零路的一个暴击抵抗盾在 也很难扛得住对面的冲浪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零路玉前 它的整体的一个破合能力是有限的 而且大家的大部分的零路玉前带的都是招财 或者是棒筋的一个速攻暴的 在面对SP荒川的同时呢 你必须得不断的去开二技能去拉对面的不知火 但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 一是非常耗时间 二是很容易翻车 因为我自己试过好几次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翻车了 所以我这边其实并不是非常推荐大家首选永动机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路完或者是山峰的体系都是OK的 永动机可以排在第三把我觉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说在评论区补充你们认为比较好的一个反打套路都是OK的 这样也方便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三连加个关注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